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KK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Peters的Farmers Market 收看KK频道 让我Entertain你好不好 在澳洲的生活接触大自然环境较多 一般澳洲人星期六都不需要上班 在假日里面也有很多特别的活动 例如这个Farmers Market 其实每一区都有一个小型的Farmers Market 今次我想介绍Petershards的Farmers Market 顾名思义Farmers Market 和生果和农产品出售有关 除了生果之外 也有有机鸡蛋 蜜糖 也有花卖 还有很有特色的生果 和果仁 也有红酒 时装和工艺品 除了买东西之外 当然不少就是吃东西 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 包括土耳其饼 意大利饭 丹麦的小班戟 也有多士 咖啡 豆腐 还有葡萄 也有广东点心 也有果汁 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其实我看到周六 都是有一家人 大同小朋友 一起在这里吃东西 和买东西 我看到他们其实生活都蛮捨意 也有音乐表演 也有音乐表演 大家一起听听音乐感受气氛 除了一家大小玩得开心之外 也看到狗狗也玩得很开心 我感受到这里真的是一个狗狗乐园 做澳洲狗也挺开心 因为每一家人都会带狗一起玩 而且狗也可以接触小朋友 也看到他们玩得很开心 吃饱了 就可以在旁边走一个很大的公园 其实那里真的很大 澳洲的公园通常都是一望无际 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 其实这样可以让更多人 可以在这里打球 跑步 玩一下游戏 玩一下游戏 我们大概十点多来 其实去完那个Farmer Market 再之后走到公园 都差不多三点了 这个就是澳洲星期六的生活 人都是很早起床的 去公园玩 又带狗走一路 又带狗走一路 喜欢游游车 也都去朋友的家里 相聚 因为朋友的家里 比较大 也都去到商场买日用品 去Farmer Market 其实有很多人将香港和澳洲比较 当然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好处 香港在星期六 当然去逛街 喝咖啡 和朋友在咖啡室聊天 都是很开心的事 在澳洲也有自得其乐的生活 其实以我而言 无论住在哪个地方 最重要是享受当地最好给到你的东西 无论什么环境 可以都让你自得其乐 开开心心 好了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 就记得订阅 不要按赞 拜拜